听小舰长分析 我向网友们又要反映说 小舰长不能留 总之在军事武器 谁是大户要买呢 现在在全球看到最热门 买最多的大户之一 当然就是中东国家了 杜拜正在举行一个航展 那其中呢 有陆军使用的大型运输机 中国大陆推出来的运20 出现在现场 运20到了这个地方 明明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航展上面的时候 航展上面的时候 型号改为运20B1 显示要开始迈向国际市场 要卖给这些中东国家了吗 那过去运出机是美俄称霸 现在中国也要分一杯羹了吗 运20最大的载重能力是66吨 这些专业的部分 我们可以交给 待会小机长帮我们分析 但总之它可以瓜分到 接下来俄罗斯啦 美国啊这些市场 成为一个新的主力 让中东也有替代性嘛 那中国要展现 外交实力 我们昨天看到的是 包括了外长会议 还有习近平参加这个金砖国家会议 金砖国家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 特别峰会上发表演说 他说中国愿意为了促成 中东和平对话付出努力 坚决要支持中东的和平进程 希望各方采取具体的措施 清扫和平的谈判障碍 障碍是谁 其实大家蛮清楚的 那其中一出席这些成员里头 看得清清楚楚 萧地阿拉伯 约旦 埃及 印尼 巴勒斯坦等等的各国外长 这是一种被形容是首战选在北京高度信任的表现 那再来看看另外一位说可能不参加金砖 现在可能也有变数的阿根廷 当选总统之后 米雷伊最大的抗中派也曾经喊话说 他绝对不加入金砖的 态度正在做很大的转变当中 包括现在改口说米雷伊团队还在分析加入金砖国家的可能性 也没有真的不参加 或者是抗中这件事情 他也态度软化了 过去严厉指控中国介入阿根廷大选 现在根据Bloomberg的报道 米雷伊放软姿态 显示阿根廷对中国经济依赖还是很强 尤其中国不断的强化 对阿根廷的财政影响力 光是中国银行有18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 上个月跟中国 中国才刚刚同意阿根廷可以动之其中的65亿美元 结果已经对新任总统 就算还没上任也知道他的严重性 所以他公开的表达说 习近平跟他通了电话 恭喜他当选 几分钟之内 他说就化解尴尬啦 尴尬什么呢 是之后就不会再抗中了嘛 大家国际社会也在观察当中 当然还有在美国的角色 拜登我们知道 以巴战士最新的第三天换服行动 现在说有可能展颜 我们画面上 新闻画面上看到都是那个四岁的小女孩 但是为什么被认为说 拜登因为这个以巴战士的胶着陷入困境 光是他最新的民调数字 Political报道 11月13号他们在美国当地的13家民调里头 有11家都是川普领先 所以他已经直接13家输掉11家 对拜登来讲是真的情况非常的危急 所以拜登现在想办法要立促延长停火 希望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职 但其中被媒体关注的是说 其中所释放的人子里没有美国人职 然后川普拿来做文章了 说你是根本让人家不尊重我们美国总统 所以在以巴冲突这件事情上 显然拜登现在反而成为包袱 甚至呢 以色列有富豪货轮被攻击 美国防部官员说一次是伊朗无人机干的 所以以色列的伊万富翁货船 在印度洋国际水域被搭载炸弹的 见证者136号无人机锁定之后 导致货轮受伤 还好是没有人伤亡了 但显然这些冲突零星不断 担心会扩大 但美国控制不住了吗 甚至在美国境内有很多这种 族裔的冲突的情绪非常的激烈 其中有最新的消息是三名大学生 他们头戴着巴勒斯坦的头巾 结果当街就被枪击 他们家属都认为 这恐怕都跟仇恨杀害有关系 是不是仇恨巴勒斯坦仇恨犹太 互相的这样对峙的情况 影响了这个内部更多的治安上的红灯 亮哥我们再看最近中国大陆 在包括杜拜航展上面的 军事上面的输出的表现 是不是代表着 他们的军事上面的企图心 已经当然中东 这边是主要的市场了 去年军火出口 美国占38.6%全球 俄罗斯大概是15% 中国大陆只有4.6% 中国大陆当然就是因为 他以前有一些项目 他不愿意出口 不然事实上比较大舰的 这个舰长比我清楚 比如说军舰 利润很高的 战斗机各种 利润都非常高的 反正越大舰 科技含金量越高的 就是利润很高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可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他的军工产业 他大概就是通常就是降一两级 然后就可以出口了 他以前可能考虑的是说 会引起地缘政治的紧张 比如说 那个沙特阿拉伯要跟他买 作战舰 那他就要考虑伊朗的想法 大概是这一种 可是这个运输机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所以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逐渐会考虑 要做更多的军火的出口 因为他是有实力来做出口的 然后因为这个市场坦白说 长期都被美国跟英国 俄罗斯垄断 所以他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阿根廷那个 这个我们说那个吹牛总统 这个他事实上改变立场 我也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他自己 我看他可能逐渐搞清楚状况 金砖国家 这个八月金砖国家 扩荣 阿根廷跟伊索匹 大家是公认 纳入你们两个国家 就是要作为援助典范的 人家沙特阿拉伯 伊朗阿联酋 那个是凭实力进来的 埃及也是 你们两个国家是进来 要被援助的 你们搞清楚 你还说你要退出金砖 你到底在说什么 然后阿根廷的农产品 出口第一大买家就中国 那请问你 你的农产品能卖美国吗 美国自己都是农业出口大国 不到给你就不错 是啊 所以我搞错对象 然后今年他不是那个 国际货币基金跟他要那个 债务到期 他还不出来吗 27亿美元 请问是谁帮你弄的 就是人民币 所以事实上他已经开始用那个 180亿美元那个额度了 我觉得他真的是完全不进入状况 就是国家交给这样的人选上 真的是很可怕 然后他当选之后才发现 怎么这样 跟想的不一样 就是很多人 一定是很多人跟他讲 说实际上就是这样 那他那个外长也是非常离谱 那个外长说 那个我们一上台就立刻要跟 那个巴西跟中国断交 那结果人家去问他 他说我好像没有讲过这个话 不承认 有电视的画面 他说我不记得我有讲过这个话 这个国家实在太天才了 这个他没有那个底气 我认为他就是立刻转弯 这个跟巴西那个Bosonaro不一样 因为巴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实力 阿根廷的GDP只有5000亿 讲话这么大声 比我们台湾还少 我们台湾大概有6500亿 阿根廷只有5000亿美元 那巴西人家好歹也1.6兆 所以我是觉得 大概就立刻转弯了 没有底气靠的是民粹 小镜长 我们这样讲 也就是说 刚刚浅秋天的那个 新闻背景中间 讲到的是塞尔维亚 也就是说 当初运20 载着防空飞弹到塞尔维亚去 这只是奇异 更重要的是他强大 就是我们讲运20的强大运载能力 建构在哪里 建构在南太平洋 岛国的东家王国 东家王国在去年11月的时候 他因为先引发了火山爆发 然后又遭遇到海啸 第一个到的 池源的国家是哪一国 对不起 就是中国大陆 他那个时候运了33吨的物资 就是由运20 直接运到 第一个 第二个 那当然他们还由 那个071综合补给舰 组成了一个编队 然后直接的运载了非常多的援助的装备 包含了拖拉机 包含了银水什么 这个就是大国力量的展现 所以我们这边很多人 对于运20各种批评 你想想看我们还在用什么 我们台湾还在用C13洞 所以好意思讲吗 是不是 对啊 我们阿伯 阿伯 浅见是阿公 好 那不是 每一个学者 那个从政 都能够像我们正亮老师 都能够 有关于学理跟食物能够结合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有关于阿根廷的新任总统 他是极右派的一个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他之前逢中必返 什么都不要 就像刚刚正亮老师讲的 还有那个电视画面为正 现在什么都有画面为正 但是现在什么都要要回来 他还要邀那个习近平主席 参加就职典礼 然后也表示没有无意 宗旨那个与大陆的外交 另外他当初说 不要加入的金专国家 他现在又考虑要加入了 其实我们这样子看 也就是说 现在站在南美洲的一个视角 当初以为可以跟美国做个连结 但是美国现在都自顾不暇了 他当初说要援助这个太平洋国家 结果呢 结果我们刚刚讲的东家王国 遭遇到火山爆发以及海啸的时候 他去了吗 他没去 他根本不把这些小国家放在心里 另外我们等一会还会再提到的 有关于东协国家也是如此 所以事实上只有加入一带一路 以及金专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才有发展的可能 林哥以美国的 因为要选举的选情来讲 显然以巴对拜登现在是个头痛的难题 这个对拜登来讲当然非常麻烦 而且麻烦是在于 这又不是他说了算的事情 因为要看以色列的态度 这个是非常糟糕 他每拖多拖一天 美国在全世界的微信就多失一分 然后他再怎么去劝说纳坦雅胡 纳坦雅胡看起来也不是很买单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拜登真的是陷入一个 非常严重的困扰当中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要如何解决 现在我们当然希望 这个停火能够延长是最好 可是问题是 保不定什么时候两个就突然打起来 然后拜登在第一轮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争取美国的人职先释放 我也觉得挺奇怪 正常来说应该 你也要先找一些样板 来满足自己国内的需求 所以拜登为什么没做这件事 还是他们谈判过的人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恐怕还要再去深入了解 因为这个 这个目前还不确定 可是只要以巴这个冲突不停下来 这个拜登我真的不知道到明年他到底要怎么选 因为你看这个战争如果一路拖到明年 甚至过完年之后 你想想看 那还要死多少人 现在已经死了一万多了 然后妇孺是特别容易受害 因为他们生命也比较脆弱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拖到明年至少都两万多以上 那这么沉重的压力 拜登到底要怎么去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那至于说阿根廷这个总统 我觉得他会这样辨识一件好事 对他的国家对他的国民是好事 他虽然完全示范了政客就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可是有的时候 你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是要抨击 要去谴责 可是像他这样 他现在是在把国家带往对阿根廷有利的方向 宁可他迷途知返 是 因为你如果真的像他所讲那样去玩 那还得了 阿根廷不就直接完蛋了 所以他现在会这样 当然有主客观因素的问题 但是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我觉得他要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选举的语言大家听听就好 有的时候还是要回归正途 那至于孕二死我必须讲 他现在能够对外卖 表示他的涡扇二死完全成熟 也就是他上面绝大多数的东西 他自己可以自主 因为以前 中大力要卖一些军品到外国的时候 我就常常遇到引擎不是自己做的 所以到这就被人家限制出口 那现在他能够 有信心能够出口就表示 他上面多数的这些东西 都达到自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功力 所以我觉得 这个标志的中国大陆军工产业 一个非要性的成长 这个是蛮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么 是 此事 都会有的时候 他这个是 救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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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命的 时间